今年的河安演習 即將於下週的十號十一號 在合一場與鄰近地區登場 而這一次的演習是想定 合一場內喪失場內外電源 並且因為連續發生了豪雨 以及地震等天災 造成孤島情境 更會在十一號上午 針對金山、石門、三支等地區 發放核子事故 民眾預警系統警報 今年元旦日本能登半島 天窑地窦 規模七點六強震 導致兩線的核電廠 滯鶴與薄崎異雨 因強烈搖晃停機 部分用過燃料池的冷卻水溢出 外漲強震也發生在合一場 能確保安全嗎 合安會指出 目前廚藝中的合一 包括燃料池跟爐心溫度 都已明顯下降 就算電廠內外電都喪失 廠內還有深水池與電源車 河安會表示 萬一所有冷卻功能喪失 在人員毫無作為 也不管環境散熱的情境下 燃料池大約五天後會開始沸騰 但這種極端情境應不至於發生 也已經要求台電建立應變操作程序 而即將在下週登場的核安演習 就是想定和一場喪失內外電 又持續發生豪雨強震的災害 進而形成孤島情境 對此新北市政府也配合演練 以直升機運補物資 至於核電廠內 河安會表示 廠內維生物資應可維持七天 沒有問題 今年河安演習將於十到十一號登場 十一號上午更會在新北市金山石門三支區 發放核子事故民眾預警系統警報 會運用防災告警細胞廣播服務 手機簡訊等方式通知當地居民 記者 林靜梅 彭耀祖台北報導